終於輪到我玩了 雖然應該有不少觀眾已經看過甚至已經買了 但今期也想跟大家開箱分享一下 英雄勇將、超人迪加、力量型和龍捲風型 這次迪加一樣分為兩款推出 A款是力量型、B款是電影中的龍捲風型 想不到眼鏡廠二月竟然在朗浩坊有展覽 這兩款迪加早就在那時的展覽已經提早開賣 由於自己早就訂了 唯有等間店派貨我才有得玩 真是哭出來 今次出賣力量型之後 迪加的三款基礎形態全部出齊 目前還欠黑暗迪加應該全形態制霸 不過順帶一提 在8月還有一個二縮版迪加複合型推出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到時候記得一定要留意 先看A款的力量型 打開後裏面都是用紙皮做包裝 裏面只有公仔本體和腳膠 今次這款力量型是一見過的 不用做什麼分拆 今次先講一下迪加的問題 其實它的問題都是系列中經常有的問題 例如是空甲的上色不夠 但它身上紋理的哪位的上色 不是過界便是缺識 我想平日有買過英雄湧帳的眾多位 應該都跟我一樣 對這情況都見怪不怪 然後第二隻龍捲蜂型態 一樣都有相同的問題 在一些上色上的問題 我這款公仔甚至是福寶位置 更多了水癮 比例方面大家都不用擔心 和之前的複合型迪加的比例都是一样 终于把迪加这三个主要形态全部集齐了 但摆在一起时就显得天空型有点怪怪的 複合型和力量型都是起手的姿势 但天空型就是光线的姿势 不过这些都是小问题 三种形态迪加放在一起真是酷得爆 说回这次力量型这两只迪加 上色方面刚才也说了是有点瑕疵 不过问题不算是很严重 加上100元多少少的价钱可以做到这个地步 真是没有投诉 喜欢迪加的师兄就不要错过 接着期待8月的二宿版迪加 今次的开箱分享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或心得都可以留言给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